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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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是沒東西出的 玩你們的 拜拜 講笑而已 4月1號 又是魚人之 又是我們第40集 玩一下大家 你不會那麼小器 今集跟大家上龍山 新的龍山隧道你就聽過了 今天我們就是要橫跨去 今天路線全長大約4.3公里 去片之前記得來個全民LSSC Like 我們這條影片 Share 我們這條影片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以及Kick 我們的鐘仔 Let's go 今天我們的出發點是在 九龍坑村 可以在大埔區搭25號B 來到這裏每10分鐘一班小巴 在大埔區記住不是大埔火車站 然後我們沿著這條路 上去吉仔山爬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是上面的龍山 沿著馬路上 中間入屋的路很容易知道不是走那裡 當年上吉仔山爬道 知道你和馬路出了名牆和車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走過了 甚至當自己沒有走過了 全部都不認得了 沿路上來 來到這些開陽位 看一下九龍坑村 也很適宜看看地形 比如前面這個河谷位 很明顯地 在地形上面 有一個到V字 看看等高線就會看到 所以來到這些路 大家又可以練習一下 周圍看看地形 習慣一下 用地形幫助你走山 因為地形 之前也說過 不是開地盤 發展新區 理論上地形是不會變的 除非大地震 令整個山沒有了 所以地形是相當可靠的 來到這裡大家看到有兩個大鐵桶 其實以前就是 這裡是一條軍路 我不肯定是英軍 Gergar 兵還是什麼 是會用這些做一個立時的 應該是秘 或者是居所 所以 這是一個特色 這裡是一個 前面也有一個 這些有點可惜 因為其實可以加一些資料 讓其他人知道這個歷史 反正這條路 看到上下都有窗 來到這裡開洋的位置 看到遠處有頂 就是大霧山 右邊那顆尖的就是觀音山 下面就是九龍坑村 再對面後面那邊就是大都 再前面平平地的就是北大都 落去粉嶺南 後面 這個 如果沒有認錯 應該是雞公嶺 落去的 方向應該是這樣 而下面這條高速公路 剛剛這條位置 就是入廊山隧道 一條比較新的隧道 來到這裡有個分岔路口 左邊有一條很小的公路 其實雲左邊上是有些山路上去的 現在我們會首先落下流水響 因為最近十分十分熱滿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一個牌 這裡就是流水響郊油徑 我們會落下去 然後再上去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龍山 現在就會轉到流水響郊油徑就是這一條 最近因為是大熱 所以流水響郊油徑或流水響 預計了會有很多人 也是一樣的 你會留意一旦有人附近 就會收洗聲浪 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養成一個習慣 其實聽到的就是我現在聽到很多雀鳥聲 但很可惜這個習慣 我相信你跟任何人說 他會回應你一句 來到郊區我有自由大聲一點說 又或者關你什麼事 所以這個不是一些守則 這些是個人的培養一種 考慮其他人 這個就是 Consider with other visitors 為其他遊人著想的 是Nif No Trace一樣的 裡面的 看到人都知道 這裡就是超多人的流水響 我們就是轉了 開始避開人潮 因為最近也是一個很熱門很熱門的地方 所以你聽到我說話 已經要戴口罩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也沒有二人限聚 OK 這裡純粹看看人潮的水塘景 這個位置 我們等一下不是這裡上去 看到人潮有多厲害 剛剛前面的水塘 燒烤牆 左邊 這裡有一個封了的廁所 我們在廁所後面找條路上山 廁所在這裡 左邊 條路都很清晰 這樣上去 一上山的時候 看到斜斜的路況 這條路暫時都很清晰 自己未暈這邊上過 都是看著地圖 Apps 一直跟著方位 跟著地形上去 看到前面的位置 有一支塔 是九龍坑山 一直沿著山脊 過回來 後面那一堆應該是 望嶺屏風山 那一堆 鱷斗那一堆 再右邊就是白仙嶺那一堆 下回去就是鱷斗圍 對 聽到底下那堆聲音 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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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集那些 就是流水響 現在超多人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看不到 一個小坊水塘 其實再前一點 這裡 大嶺皮 後面就是 最遠的位置 不同山 左邊的和徑山 右邊的紅花嶺 都看得相當清楚 這裡 看下去 流水響會比較清楚 大嶺皮 很特別 剛剛分開了 鱷斗圍 還有另外一邊 今天天是藍得利 沒有空氣污染 所以很清 左下角那塊石 又可以用來做打卡位 然後一路看過去 剛才說過 九龍坑山 但是現在再看多一點遠處 大嶺山 還有 康樂園那邊 已經去到 現在看到前面 這個方向看 好像一個梯形 就是龍山山頂 我們很快就會到 剛才說過 下面那條均路 走到這裡 有一個類似戰豪的物體 就是這樣的 裝回去是通的 就是說 這裡也有一些 以前 軍人上來的 歷史 位置 其實這裡有一條路 這個就是頂 就是剛才看到這個 看出去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可以給大家看看 在哪裡 一路由這個方向 走過龍山 想不到也有些山勢 還不錯 而右邊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這個應該是皇后山 新的公屋 再到高樓大那邊 就已經是深圳 走了幾步 又有第二角 大家如果出這些 就小心點 因為這個 就應該只剩一個頂 沒錯 就是這樣 看出去 對面那邊 挺特別的 如果大家認得 底下那條馬路 就是我們剛才一路上來的那條 還套了河谷之後 再轉出去 看出去那邊 九龍坑村 很快到了 我們前面的目的地 高360米的龍山山頂 剛才運到那邊 走過來 這裡又有一個箭號 我們差不多上去那邊 就很快了 看到一條柱 大家 就是前面了 360 龍山山頂 來到山頂 這裡有一條分岔路左邊 就是軍路 上去之後 偏左一路上來 我們現在 差不多去到頂了 就是右邊這一邊上 好 最後幾步 前面見到一條柱 就是 360米高 龍山 再配合 這裡有360度的景觀 都看到 360米高 所以應該都相當的容積 還有底下 應該又有一個 以前的箭號 挺特別的 這裡 看出去 很清楚 整條路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 上來 看看景 這邊 龍山隧道的入口 一直去 去粉嶺 我們待會下山的路 電塔的位 過回去 黃海山那邊 然後一直 去到這裡 不同山 再過我們來的方向 剛才說了那邊 屏風山那邊 再去九龍坑山 九龍坑村 我到這裡了 360度的景觀 這裡除了可以吸一口 新鮮空氣之外 亦都可以見盡都市的繁忙 深水清的你們 是不是發現 我們走了40個山以來 教練去的路線 都好像沒有什麼人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個個走死那幾個山 你們真的想走死那山嗎 那個車子 在這裡 就好 我們可以玩 就不會走死那裡 是 一條路 那裡 就是 那裡 我們可以玩 一個 都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完隆山頂之後 欣賞戰號 有兩個 我們在右邊的戰號 向右邊這條小路跟著方向 向著落底下轉右向著電塔位 這些全部都是跟著地圖上的指示 因為自己都是第一次上來 都是看地形、看地、看方位 一直走下去 這段已經可以下山的路況 都是這些走慣的朋友 就不覺得是什麼 走慣崎嶇路 又或者用監棍 對下有什麼不想找找地 不是太大問題 一直都是這樣下山 山徑都是這樣 看好位置 腳闊一點 看著石子 實的石 這裏就不像青山那邊 青山那邊 比較滑 尤其是乾山 源頭山 向回 天水圍的方向 有一段很斜很斜 這裏是相對很容易不少 一落到這條平位 右邊有一個密密的 大量絲帶 你跟絲帶 你就去了另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是偏左邊走的 所以我們只是跟方位 跟地圖 一上完小山 又看到前面 大電塔 一直跟著 下去下面 很快就會安裝到路了 路都相當清晰 電塔底都相當特別 因為對著公路 前面的電塔 還有一堆東西 有點像萬柱海岸 那些人 凍了石子 我只管出來看看 就是這樣 看出公路了 出到小山雞之前的分鈔路口 我們是轉左 跟著地圖APP的指示 一到這個位置 有個鐵絲網 不知道在做什麼工程 可能是水務處 不知道 要出去看牌 沿著鐵絲網 右邊 會出一條路 一路走到 沒錯 看到前面有個閘口 好 看到了 原來這裡是唐坑配水庫 剛才上面還以為 正在開地盤 現在繼續沿著鐵絲網 走出馬路 來到這個盡頭位 捐過欄杆 繼續沿著鐵絲網邊 一路 看到地上一人走過了 這條路 這些不用看 有沒有絲帶 只要跟著方向 出一個閘口 就應該 沒錯 出了外面的馬路 沿著馬路 最後這裡有個臨時廁所 可以作為臨出去的公廁 沿著這條路 一路下去就是唐坑村 出去就應該找到車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總結 要不然就過對面 在Google Map也看到了 馬路路 有不同的車之前 查過 可以去到青衣 可以去到聯和區 有很多不同的車都可以的 交通現在全部上電話 找 應該就找到 總結今天條路 我們是由這個小巴總站 由達保區搭到去 然後沿著均路一路上 去到很熱門很熱門的流水響 水塘 盡頭的一個廁所封了的 潤過一隻 一路上到龍山 360米高 前半段一定是容易的 可以是兩升 後面 我想三升都可以 因為不是太過斜 也不是太多險位 甚至沒有什麼 有人放繩 當然放繩也盡量不要用 因為不知開了多久 計劃好的路線 大家可以嘗試調轉行 都可以 因為調轉行的交通走 就很肯定我有小巴 但進來這一段都不容易 反而進去起點那裡更容易 整段路 App寫大概兩小時之內 但我會建議 你起碼快腳兩至三小時 甚至要停下休息 拍多些照片 找路 去一下流水箱 拍多些照片 三至四小時 這段路 我亦鼓勵 跟不同的 剛剛走慣崎嶇山路的朋友 可以試 遇到多些時間 走短一點 不用走到很長的 你就得到樂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 訂閱 和分享更多無痕山林的意識 好像今天也說了 Be considered with other visitors 為其他遊人著想 好 繼續發掘多些不同的路徑 讓大家可以分散香港熱門路徑的壓力 繼續好好保護我們的香港大自然 多謝大家 難度值三顆星的龍山 官方預測過半小時就可以完成 不過最近的天氣越來越熱 要喝水 還要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還要拍照打卡 可能就要走五個小時 如果你要出發 記得要留意我們的小錦囊 第一 雷暴警告 三號風球或以上 就不應該去上山 第二 要留意天氣 第三 要根據你的能力 而作出合適的路線選擇 第四 應該要有朋友隨行 第五 應該要有合適的行山裝備 第六 很重要 一定要帶足夠的食水 第七 不要留下垃圾和任何人為的標記 是包括絲帶 最後 是希望大家上山前 可以熟悉無行山林的守則 如果喜歡我們這部影片 又或者還想跟著我們走上不同的山 記得幫幫忙 KICK UP現在你看到的Logo 千萬不要看上你們每一個支持 因為你們每一個支持 就是我們最好的動力 下個山頭見 下個山建島